在名人与牙的密切配合下 一行人终于夺回了装着左柱的关头 赤湾提前在撤退的路线上布满了起爆符 左近刚踏入陷阱范围 就淹没在轰鸣的爆炸声中 一时间沉烟四起 而左近并未受到重创 反倒是赤湾一个不是失足滑倒 让左近有了可乘之机 他甩出钢丝将赤湾牢牢地束缚住 眼看起爆符就要爆炸 全中牙不过危险赶忙上前解救 却阴差阳错地与左近一同 坠入了林间的深渊之中 名人心急如焚 可多优也已经追了上来 陆丸当即决定由他独自对付多优也 名人则带着关筒先走 但多优也突然神情惊骇地止住了身形 与此同时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出现在名人与陆丸背后 只见他轻轻一脚便将关筒夺了回去 此人正是闻讯赶来的 君马履 他用高高在上的口吻埋怨多优也动作太慢 这容器承载了君马履重要的梦想 因为里面有大神万一心可求的东西 君马履看似云淡风轻 但回身上下散发出的气息 让陆丸深感不妙 正要思考对策 愣头性名人却早已躁动了安 他大喝一声便朝对方冲了过去 如此莽撞的行为注定徒劳 名人半徒就被多优也一拳打飞 君马履并不打算动手 他俯身对多优也威胁道 我现在不杀你 因为你必须活着 而他的使命就是把容器送回大神万大人身边 至于名人和陆丸就交给多优也处理了 说完君马履就抱着关筒静止离开 名人咬牙切齿 恨不得马上追上去 陆丸稍一沉吟心中便有了主意 他对名人第一声尔虞几句 说明战术 多优也也开始分析敌情 名人是个指挥近身站的蠢货 而陆丸擅长用影子进行中距离作战 同时拥有聪明的头脑 相对来说会棘手些 但也不足一去 很快陆丸站起身来 他煞有其事地说道 二打一 形式对我没有利益 然后便配合名人一起攻了过去 多优也连忙做好战斗准备 他正面招架着陆丸的鼓 却见张牙舞爪的名人 竟然越过他的头顶 随即拍拍屁股溜了 原来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对策 由陆丸拖住多优也 名人则去追赶君马履 多优也虽然恼羞成怒 但还是激情地躲开了陆丸的影子模仿术 宁人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袭 默默地在心底为陆丸加油打气 据典中 重获新生的大士丸 得知君马履正为了自己而拼命 不仅埋怨要是斗的激将法有些残忍 但都却表示自己并未明确下过什么命令 君马履纯粹是为了实现 他自己的意志而行动的 对大士丸来说 君马履简直是个完美的存在 那个少年将他奉为神明 能够一无反顾地为他付出生命 同时他还出身于拥有最强身体的人者一族 兼具近乎于完美的血迹献剑 若不是突如其来的重病 他将是成为大士丸容器的不二人血 他的双手也不会被三代回应封印 虽说人生不如意 时之有八九 但在他看来 完成自己的梦想指日可待 画分亮头 带着关筒的君马履 此时已经离开重重觅离 来到了一片视野广阔的草地上 而怒气冲冲的名人已经追了上来 他面目猙獰 血贯同仁 也然快要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而君马履却平静的可怕 免然质问君马履 大士丸为什么想得到佐助 君马履也不做隐瞒 大士丸已经掌握了长生不死的人数 那么得到世界上的一切 都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虽说可以长生不死 但肉体就无法一直保持现状 所以在身体腐朽之前 需要用新的身体作为灵魂的容器 这话让名人近乎暴走 红色查克拉宛如燃烧的火焰般开始沸腾 陆完与多优也正在对峙 不知同伴为何物的多优也十分不解 佐助对你们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为了一个人而已 竟甘愿付出这么多的牺牲 陆完一脸的坦然 自己的确不是个当队长的材料 也不知道他的决断是否正确 但神秘队长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同伴 而且他绝不相信 自己的同伴已经牺牲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多野施展通灵之术 召唤出三个身材硕大的傀儡 立于身后 而深渊之中 全种牙也正在与左近对战 另一边 名人召唤出数以千计的影分身 准备和军马履决一死战 牙在与左近的战斗始终处于下风 他以近身攻击为主 但不知为何 明明触碰到了对方 却无法造成伤害 反倒自己总是遭受莫名的袭击 无奈之下 只能与赤丸利用牙筒牙两面包夹 可攻击过后 牙和赤丸却被左近和右近分别撤走 甚至还有多余的第三只脚来割挡 在大师万语斗的描述中 阴忍四人重力最强的便是左近 与人对战从来不留活口 军马履则向来目中无人 但他的这份桀骜与自信 来源于实力 名人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 可垃圾再多也只是垃圾 随手就能清理干净 两柄白色的骨刺从其掌心伸出 无数个名人蠢蠢欲动 随即如潮水般涌向军马履 多野吹奏出一首悠扬的曲音 三具傀儡闻上而动向陆丸展开攻势 陆丸只能艰难应对 却逐渐被逼离多优野的身旁 现在的多优野已经开启了咒印的第一阶段 用处牙通牙的牙羽吃完 则被左肩和右肩相继打飞 原来左肩和右肩是一对兄弟 平日里作为哥哥的右肩会在左肩体内沉睡 只有在战斗时才会现身 而且右肩能从两人共享身体的任何一个位置 伸出手脚进行攻击和防御 牙和吃完完全没有还手的预定 而左肩右肩已经厌倦了这场无趣的游戏 两人开启周印第二阶段 打算速战速决 毕竟右肩平常的爱好就是随时万段 吃完和牙立马察觉到 对方的查克拉瞬间飙升了数十倍 另一边在军马驴凌厉的攻势下 名人的影分身已经消散了一大半 而军马驴也受够了这样的小打小闹 差不多该动真格的了 路外闪转腾挪十分被动 多余的招式让他只能不断避战 三处战场上 木野众人都陷入了险境 吃完建议牙用刚刚开发出来的忍术一决胜负 牙却有些犹豫 因为一旦用出内招 他们的查克拉就会消耗殆尽 在没有同伴支援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死在这里 但左肩右肩的实力太过强大 已经超出了牙的应对范围 如今也只能孤注一掷 用牙狼牙做个了断 牙已身作耳于左肩右肩展开缠斗 然后紧紧牵制住对方 让其无法行动 吃完则司机在他们身上做下标记 一人一拳迅速拉开距离 紧引合体 化作一头体型巨大的白色双头巨狼 可左肩右肩丝毫没有把牙放在眼里 巨狼刚一露面 并开始飞速旋转 仿佛一道猛烈的龙卷风潮 左肩右肩袭来 以为之前做下标记的缘故 左肩右肩根本必无可避 牙一击之敌 高速旋转的破坏力 生生将其身体撕裂成两半 只是不等牙松一口气 左肩右肩破碎的身体 竟然又分别长出了手脚 原来这兄弟两人 本来就可以分开行动 而牙的这招正中他们下怀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可牙欲吃完的状态已经接近极限 仅剩的查克拉只够再用一次牙狼牙 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眼看牙狼牙再次袭来 左肩右肩立马闪身 躲在了两边的石柱后方 牙调转方向继续追击 而兄弟二人却纷纷结业 召唤出守护大士丸的最强防御 罗生门 双头狼的冲撞只留下了些许痕迹 最后牙欲吃完双双坠落 左肩右肩本想趁机发难 可吃完为了保护主人 用最后的力气喷出强酸 命中左肩的眼睛 自己却被对方一拳打成重伤 想吃完是做伙伴的牙 心痛不易 可随后他便发现右肩消失了 正要寻找对方的行踪 却听见说话声从自己的耳边传来 原来右肩竟然诡异地融入进了他的身体 左肩则慌忙跑到河边 清晰眼间去了 在一人四人重力 右肩负责专职暗杀 靠的就是这项能力 寄生鬼坏之术 人体内容纳查克拉流动的经络 本就与内脏紧密相连 在第二阶段昼音的状态下 右肩可以利用查克拉进行体内细胞 和蛋白质的分解和再次合成 简单来说 就是分散自己的身体 进入敌人体内 牙一边克制右肩的行动 一边回忆自己与吃完的过往 与木叶村中的其他忍者不同 牙的家族本就与人犬互为伙伴 在众人考试上 名人也在这对组合身上 吃了不少的苦头 牙与吃完之间的感情 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回忆最是美好 一时之间 牙想不出如何克制对方 这种忍受的方法 但他在右肩的话里 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 我的细胞能在你体内 自由的游来游去 也可以制造出 只属于你的部分 也就是些许的融合状态 共有一个身体 听到共有两个字 全种牙铃激动 右肩还想继续吹嘘自己的能力 却不知道反派往往死于话多 只见牙赫然掏出一柄苦物 毫不犹豫地刺进自己的腹部 牙与右肩几乎同时 喷出一口鲜血 这正是应对这一招的唯一方法 自我了断 在以往的任务中 幽静从来没有遇到过 如此疯狂的对手 因为敌人通常会在 他的忍输之下 手足无措 然后被他折磨至死 像牙这样想与他 同归于尽的家伙 还是第一次出现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